黃紫嬌SI的刺青還在 虧Selina牽線看好戲 他們不是為我來嗎 你要知道我心裡很清楚 Selina算你衰啦 今日焦點是主持你八篇記者會的黃紫嬌 舊愛還是最美 美的都希望我太早枯萎 我會許多淚水 特別讓人覺得努力疲憊 其實昨天那個通告是Selina的ID 因為這個通告很複雜 第一個是我要答應 對不對 我要願意 第二個是小S要願意 第三個製作單位也覺得OK 很複雜的一個通告 那都答應之後呢他就說太好了 我終於可以見證歷史性的一個 在現場我覺得好爽 他就是抱著一種看好戲的狀態 今天很多人都說 哇你這個整個完全被魔無焦點 對不對 但我必須說 我真的被魔無焦點的好開心 然後昨天下節目之後 那個小S有傳訊息給我 他就說他也非常謝謝我 那我也貢獻你好了 這樣好了 只要歌迷買Selina 一個人買十張專輯 我們就貢獻這個 方熙來的原版一刀未檢的 75分鐘 好不好 有沒有出鏡銷量 那一秒鐘 買20張送江蕙入場券 好 花姐15年來的愛恨情潮 讓佼佼相當有感觸 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有這一天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不敢奢望會有這一天 他願意跟我聊聊天 像朋友一樣 也謝謝他都記得這一天美好 我覺得特別感動 因為我對於刺青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的後悔 因為他就是我當時的一個紀念 直到現在他都還在 我既然跟過去的青春和解了 我也應該要跟現在 跟未來的這個人生交流一下 他隨後在臉書PO上 穩定交往中的狀態 小女友對於破冰抱抱 也相當是大體的說 祝福且替你們開心 贏過亂愛 肯定奶奶還是要做拜託 拜託 拜託